徐大师说啊那你带卡了吗 啊我有卡 旁边蹭有他的水桶 送上来个泡子机 你说这一条龙服务 这神女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能掐汇算的风水大师 为何专盯阔太太 谁才是她的神秘合伙人 让她的行骗如虎添翼 夸大其词 无中生有 分文不举 江湖骗子的算命经理 究竟还藏着什么猫腻 老梁观世界 正在为您解读 风水师喜欢什么人 有无胎记 身患合并 家产几何 客户隐私 风水大师徐洪浩 只消一眼 便了如指掌 他究竟掌握何种神通 让阔太太们不惜一掷千金 他又因何东窗事发 被指涉嫌诈骗 险学 玄学 风水学走红 暴露了怎样的隐忧 老梁观世界 为您破解 风水师 喜欢什么人 为什么收费不一样呢 他这时候 神女士就有疑心了 你看人有时候啊 在对话过程当中 容易被洗脑 回头一而冷静冷静 在家旁边帮他分析 他就觉得好像不对 于是呢 他就报案了 派出所就来人了 就把这个徐大师住的房间呢 给搜查了一遍 一搜查发现门头了 在这徐大师这房间里头呢 有不少表格 就跟他们平常添 那个打印的表格 非常正规 这表格是什么呢 是徐大师算命这家美容院 他们给提供的表格 这表格是什么 比方说客户 沈女士啊 多大年龄 干什么的 身高体重 疾病史是什么 甚至这里还有什么呢 老公干啥的 孩子干啥的 包括他身体一些特征 你看他做这个spot 做什么媒体啊 这肯定得是 里头的这个女服务员呢 帮沈女士做 来给他按摩什么的 他身上哪掌握 哪什么全知道 甚至有否得过富科病 动过什么手术 都有 甚至底下还有什么呢 他的性格是啥 出手大方不大方 我建议你向他收多少钱 哪个消费党次的全有 你等他家 好几个亿的 那花式